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有个臭乞丐,竟然跟我要钱买酒,那我就顺便问问他,最近江湖上,有发生什么事,他说,最近有消息说,昆仑三圣,要去挑战少林派,昆仑三圣是谁呀,竟然敢挑战少林,那这个热闹,必须得去瞧瞧。 来到了少林,居然看见前两天,才跳下黑幕来的东方不败,还问我要不要交个朋友,该不会是脑袋撞坏了吧,既然他忘了就算了,他说赢了他就可以成为朋友,已经练成葵花宝典的我,他当然不是对手,进入少林,我说我想帮他们抵律昆仑三圣的挑战,大和尚竟然不领情,但看我诚心诚意的发问,他也就大发慈悲的说,不然,请我们帮忙去找郭靖。 黄荣的二女儿郭湘,他好像知道昆仑三圣的事情,听说他往扬州去了,于是,我们就带着诗意的东方不败,前往扬州。 来到扬州城,一进城,就看到郭湘小姑娘,不得不佩服我自己的好眼力,郭湘说,他也不知道昆仑三圣是谁,但是他和娇少林九阳宫的无色禅师有交情,所以决定也要去少林帮忙。 走出扬州城,郭湘小姑娘实在是太漂亮了,立马遭到几个心怀不轨的恶难骚扰。 不愧是我们的小香儿,我当然不能让女神受到欺负,所以我就用辟邪剑法,把她们都咔嚓,我是说把她们都打跑了,不知道小香儿有没有被我的英雄气概给摔倒呢? 结果,他只说赶快去少林,无言。 途中,先经过京城,竟然听到一阵悠扬的琴声,听起来像是低大调的卡农,我们决定去看看是谁弹的。 随着琴声往京城右边走动一下,原来是一名气质男谈的,小香儿感觉有点晕船,于是我赶紧说,我们还要赶去少林呢? 气质男就问,你们去少林干嘛? 我说,安是干你,没有啦,没空多说什么,拉着小香儿,京城也不去了,直接去少林吧。 回到少林,稍微走动一下,气质男,竟然死缠烂打跟了过来,并且还装死,小香儿说,我们是来帮助少林抵御昆仑三圣的。 气质男说,我就是昆仑三圣了。 总之,气质男说他只是要来传话,不是要来挑战少林,我看他们一搭一唱,已经没我的戏了,既然误会已经解开,我就省得,在这当电灯泡,小香儿可能觉得对我不好意思,说要把铁罗汉送给我。 我才不要呢,这是要给张三封的,到时候,整个武当派追杀我怎么办,气质男,突然叫我手伸出来,在我手上,点了一个点点,叫我去昆仑派,找詹春姑娘,上次詹姑娘,才跟苏小帅在一起,会不会让苏小帅误会什么,算了,还是先去昆仑派吧。 来到风光明媚的昆仑派,不知道何太冲的小秦瘦下来了没,算了,还是先找詹姑娘,詹姑娘,看到我这个点点,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,接着问我要不要学昆仑剑法。 哎,不是你们昆仑派的武功,都可以这样走后门的吗?重点是,你这光明媚太山剑法还很啊。